人世界最大的骗局其实是烧烤店 因为他根本不靠卖烧烤赚钱 床庆已被零零后美女准备开一家烧烤店的时候 美女的老爸知道后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跟美女说打死也不能去开店 现在尸体店到处都在张提转让 美女不听父亲的话 坚决要开 爸爸别无选择 只能告诉他 如果你真的想开店 爸爸会教你一套开烧烤店的方法 不用花一分钱 女儿好奇地问 怎么能不花钱开店呢 父亲直接把女儿挖进一家生意不好的烧烤店 问老板烧烤店要不要转让 老板说转让费要二十万 父亲听得假装吓了一跳 惊讶地看着他 我没听错吧 只有二十万 这么好的烧烤店 装修都要花二十万吧 我不能给你二十万 我想给你三十万 但有一个要求 我先给你三万定金让我经营一个月 如果经营好 一个月后给你二十七万 如果经营不好 这三万我就不要了 老板一听大喜 这白赚三万的生意 于是痛快答应了 父亲对女儿说 现在这家店是你的了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就可以买车买房了 第一步 你把啤酒放在门口 来店里的顾客可以单手抓一次啤酒 单手抓多少 今天就能免费喝多少啤酒 单手抓两瓶 免费喝两瓶 单手抓五瓶 免费喝五瓶 如果路过的人今天没有时间吃烧烤 他们也可以来抓啤酒 把他们抓到的酒存放在店里 他们将来什么时候有时间就直接来吃烧烤 这样打机上的顾客是不是一个都跑不掉了 女儿疑惑地问 很多抓到啤酒的顾客不来吃烧烤怎么办 父亲说这第二招 你打电话告诉他 吃烧烤可以抽奥迪 你看得来不来 女儿说 吃烧烤抽奥迪我不得赔死 父亲说应该设定一个门槛 只要消费300元以上的顾客就有机会抽奥迪 前提是他们需要凑够4000人才能抽奥迪 每个人都可以重复计算 这样顾客会不会拉着朋友一起吃饭 顾客为了中豪车的名额会不会天天过来吃 因为有机会赢一次 每个人花300元 这4000人就是120万元 少好跌利润60% 120万元至少能赚72万元 奥迪成本25万元 利润72万元 除去25万还能赚47万 女儿听得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兴奋地抱着爸爸说 太感谢你了 直接让我省了30万 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 女儿一个月赚了47万 给了老板27万 自己也留下了20万周转资金 女儿问父亲 你怎么这么厉害 父亲说 赚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只要你的模式设计好了 赚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现在做生意赚差价的时代已经结束 未来赚的是现金流 玩的是模式